大家好,大家記不記得一句香港人很熟的說話呢? 社運界很熟的,沒有抗爭,哪有改變 社民連丟出來一句,創黨的時候 雖然這些黨、政治人物、拘旺義,但是這句說話有真理 是真的,你看後面那些雖然不是很清楚的照片,網絡照片 但是,簡直是要跟公安對峙,我們突然間就好像回到19年 當然香港的大規模很多,他的小規模很多,平暴了 第一時間就撲濕了一些居民,強行壓制了下去 這個大家都知道,這個是大陸的霸州 突然間有個霸州,很有霸氣的人 那些人就純粹是抗議 抗議你明明是洩洪,搞到民不聊生死了很多人 那好像死人是幾多的,1,600萬人受災 就147人死,或者不見了,損失了400多億 那可能是河北水災還是怎樣,不太肯定 不是一定霸州這麼少地方有這麼大的池 但是整件事都是一件,近來是引起華人社會關注 關注了,好像沒有給人提議,香港政府還沒說捐錢 我想不說了,免得沒有人肯捐,國內這麼富裕 現在當然也很多,幾百億就跌了 所以人民幣幾百億就沒所謂的 幾十億美金而已,跌了 我想不會再搞這些愛國 那就看香港會不會遲些要自己懂得做 但是又怕沒有人捐,你沒理由以窮藍絲去捐 其他香港人真是很沒興趣,很沒興趣 什麼理由都好,首先這件事我們不知道會發展成怎樣 捐錢這件事,但是首先就是霸州官方五日公開信 後面這裡就是一輪抗爭之後 所以我們覺得,你說香港影響力大不大 在中國的編局那裡,包括悼念六四,維移權 就是六四之後才開始流行這個明清 本來要求民主改革,後來變成維移權人士 追究六四,也都包括這個 各式各樣的維權律師事件 人權的意識是有了的,但是抗爭的意識 就在這裡看到了,是昨天的香港 今天呢,白紙革命也是香港的 這些去抗議挖搖這麼大的盤子 當然你不要說這次會改變什麼,當然不會改變什麼 改變的政體不會,但是你看這些 這些就是聲聲之火 九日老共是很害怕的,所以立刻道歉 承認錯誤,保證賠償 如果保證賠償呢,是維權而已 現在,我想這件事情就成為過去了 基本上,為什麼這麼快 這麼快退揚呢?挑戰共產黨權威 走去市政府那裡 市政府那裡,人家霸州政府 人家說了是這樣就這樣了 官方說了這些下雨多,所以這些就是洪災 那些人生氣,生氣他講錯話?不是講錯話了 知你找笨,是吧?就是抗議了 立刻告訴你,沒事沒事 補償你,那我們是不是應該得到一些啟示呢? 全中國人民的啟示呢?就是要多謝香港的抗 抗爭運動,我相信是新標準 就是呢?你對政府不滿意,不要再 什麼官方途徑去申訴啊,信訪啊 以前是信訪,信訪很個人的 是不是?被人拆了樓了,那你那個紀湖啊 這樣走去,是吧?派幾個代表去一條村 現在不是啦,直接去村公想得鬼人去 和你的官僚拉扯,就這樣就在那裡 抗議,因為他知道你害怕,事實上也是 那你見到那個結果的 起因是這樣的,八州四十個 四十七個畜濟洪區村 就是那些村拿著來做做做做 做洪水儲存的,那就拍了七萬 七萬三千二百零五人,是吧? 就七萬人就已經在啟用池一日 被官方轉移了,就是已經搬走了才泄洪了 是,那就是當時呢,就立刻變為一片汪洋啦 泄洪區四尺深啦,公尺,就是十幾英尺,就是高過人很多的了,高過泳池 這樣呢,呈折來自北京的大水,這樣 整件事就說要保住,最初就是河北 那些人是知道的喔,市政府又要做好這個 守護北京的,就是護城河的工作 當時就罵到瘋了,給那些人民,對不對? 那就不用顧我們的了,這樣 基本上因為呢 保衛北京跟他的副首都,有叫洪安 遠遠未做出來的洪安 因為習近平很高興的,所以呢 突然來呢,一個大洪水呢 就為了保衛北京,下面那些呢,河北那些就算了 你們這樣犧牲一下,就泄洪,泄了下去,這樣泄洪策略 那麼,決策不透明啦,預警又沒有啦,是不是? 那麼,河北要做的官員,拍馬屁呀,激起民憤啦 那麼,這件事都已經不關巴州的事了 巴州就不...主要是因為呢,官方一句說話 那就是,新聞高報就說,下大雨就因為 那麼,你擺明已經是擺明自己去移動那些人民 是不是?自己去搬那些人民走 那你就是要知道泄洪啦,下雨你會知道嗎? 是不是?下這麼大雨,而且沒有下雨啊 就是住在那些人,那就很生氣 那麼,就是...也都很多... 就是...災民呢,痛斥公家救援單位呢 就做戲,走來打卡,拍照就走了 是,都是民間志願組織,在那裡救這個救那個這樣 那麼,你看片都是的,很多時候看到 就是呢,於是乎就抗議了 那麼,基本上呢,就...因為拿不到補償而已 那麼,現在結果呢,即是呢,即刻道歉 這個就是值得說一說的 他的公開信,坦誠洪災,涉洪引子災情並承諾補償 如果你是涉洪引子災情,那你真的應該補的嘛 那麼簡單而已,你說下雨而已,那下雨就沒關係啦 是不是?你為什麼不防雨啊?在家裡這樣啦 這樣啦,是不是? 好啊,這樣啦 八州今天呢,即是隔兩天啦,致廣大鄉親一封信,想平息民憤啦 對不對?面對異常嚴重的防汛形勢,都不敢說是為了保衛北京啦 八州,蓄洪池區,所有民眾聽從指揮,積極回應,義無反顧 搬走了,實際行動,實際勇於奉獻 奉獻,犧牲,敢於犧牲的頑強意志 市委、市政府,哎呀,崇高敬義,列代習近平啦 這樣啦,顧全大局,生命大義,積極背入市委,薄羅牌一堆這樣東西 主動協作,井原有罪連,洪區及市,有罪主義 正因為大家的全力支持,哇,很成功啦,簡直是喜事這樣說到 但是之後呢,最緊要呢,會全面做好救災補償,是 是,依法快速公開公正,這樣補償你們,是吧 農作物啊,養殖啊,經濟淋水損失啊,這樣 住口房屋沖走啊,這樣,無法轉移的生產利害啊,這樣 消費品啊,這樣都依法規給補償到位,這樣 還有其他特殊的東西呢,再特殊補償,那錢就解決一切啦 那除了這件事之外呢,還有其他這個,大洪水引起的問題的 是吧,就是呢,還有個脫州啦,那總之這些東西呢 就引起政治問題,那些人就質疑,就是江澤民,不是不是不是 那些人質疑,習近平去了哪裏,那什麼習近平就開了會了 發出指示了,就是8號呢,8月5號呢,星期六了 發出的長篇大論的宣傳,大字標題,風雨同心,人民之上 習近平正以核心的黨中央,強力指揮北京,防信抗洪工作 但是那個人就在四川,那這個呢,馬上被人罵了 新華社報道,27號應該還在那裏,在四川考察 那就關注信情,一堆東西了,那那些人就 那時候,阿蘇斯,即是年代想起,武漢疫情呢 習近平都沒有來看的,那爆發初期呢 他就在雲南慰問解放軍 那你一強呢,總理就是青海慰問醫療人員 那些網友就說,一個在雲南,一個在遙控 一個在青海關懷,武漢肺炎 現在他就在四川關指揮防航,就是這樣。 這些人民覺醒了,很不客氣,懂得挑機,已經得不到人民的認同了。 你單人沒事就整隊,好像來香港我們都知道,整隊遺葬隊,跟著整隊林忌在那裡拍一些, 那樣子給別人看,但是他們回想,我都記得,當日總理,溫總,香港亞視拍到的, 記者在旁邊問他,他馬上回答,他真的撲下去,這些是搞不了的, 因為記者都拍到他,你不是好像習近平那樣,大步走過來, 那些記者擺好那些歡迎人群,然後發表演講,不是這樣的, 溫家寶當日真是風塵樸樸,到處撲去看災情,就是文川那次的, 就知道連戲都不做,當然了,你知道,因此而,有個稱號的, 就是溫家寶中國影帝,就是說他懂得做這些戲,那時候都知道是演戲, 但是那些人現在想回想他肯做戲,都不是純粹演戲,我們真是很公道講, 當年我們都覺得他是在做事情,撲下去,而且很用心, 逼解放軍去救災,民川地震那次, 就是,又記得當日,胡錦濤,首先爆發,沙士就在廣州,出席, 直接叫他逃歌,現在隨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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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吧,好像胡錦濤這些議員都不見了, 又說以前的皇帝都要祈福啦,下召聚己啦,現在就沒有了這些事情啦, 就是連皇帝都不懂做啦,還是省省省省的亂點,是不是? 躲在安全地方就指示防洪啦,是不是? 又怎麼高急騙呀?前兩天還學習近平治水,這兩天還說親自指揮, 跟著就下介書,他就不知道去了哪裡啦,就是如此啦, 我們看到這些這樣的報導,這些這樣的評語, 雖然是網上,但是現在的好處呢,就是外媒呢, 將它整合了這些這麼有意義,有代表性的說話, 又會出口來銷,裡面知不知道呢?這些信息人回去, 有這麼多人翻牆出來看外面的消息,人傳人就知道啦, 所以你說它裡面信息不明,是的,但是你又看, 似乎它的大事是不糊塗的,人民是知道的,是不是? 也懂得批判,懂得批判已經差很遠了,是不是? 懂得將它跟江澤民比,跟胡錦濤、溫家寶比, 阿朱鎔基比,就是港救災,這些就是國內那些人民水平的高度表現了, 至於這次呢,出現了一個自媒體啦,鼓勵一下所有自媒體都, 是不是?努力一些啦,有個什麼李老師不是李老師, 就去到處拍片啦,這張照片似乎都是它拍出來的那些片, 另外它去到呢,就是剁州那裏呢,又是訪問那些人啦, 剁州都是早兩天,又是出現這樣的事情啦, 又是偷畫大題啦,給它看到啦, 而呢,傳了出來啦,那些村民就即時去阻止, 也都爆發對峙衝突啦,現在,如果你一見, 你就不覺得啦,兩見都是這樣,你證明啦, 不過剁州應該是小很多啦,跟著那些村民就被警方, 他有人帶走啦,那個大題就打爛了啦, 那整件事本來就,官方可以掩蓋了, 現在掩蓋不了,那些人是知道的, 全村已沒啦,撤離啦,那可能就沒有那麼多傷亡啦, 似乎剁州,所以都是罵完之後,也都不知道賠償了啦, 但是起碼訊息出來了啦,看到片啦,質問村人, 村政府人員啦,明明是涉農區, 為什麼要挖我們的那些村題, 沒有紅頭文件,那這些人挖大題是不是犯罪, 村裡面有老人小孩,如果我們沒有人手提, 你已經沒有了,那條村結果都沒有了, 那既然人民和警察不是對立的, 帶那麼多警察來做什麼, 原來你不是警察來阻止他們說提, 而是阻止那些人阻止他們說提, 是不是,那強行帶走, 那比香港的警察還好, 駁人怎樣呢,香港的警察, 那就鎮壓村民, 那結果就真的,這個就幾令人看到, 就是可怕,這些暴政可怕, 這樣就剁州水深,7至12米, 哇,比剛才8州,8州4米, 7,12米,12米,30多隻, 戰艦都洗到過, 啊,就是說那些村民就抱怨了, 自然災害我們就認衰, 我們村沒有事的,有權勢的, 用挖土機把大題挖開, 這樣做,啊,誰會這樣, 這樣,那我想,我們海外的媒體啊, 諸如此類就,幫它報道啊, 那可能就令到它都會賠錢, 是不是,十三萬人,這個奪州, 那兩件事就,看到了什麼呢, 人民呢,有人,就是, 自媒體啊,就是不是掛著, 不是掛著怕,就是走在外國, 報道的,繼續在現場, 如果沒有現場,沒有, 所以我說香港要抗爭, 有人在香港留下才可以, 是不是,你不可以靠外面去報道, 就為之抗爭,都沒有第一手, 沒有香港的記者, 或者香港的自媒體, 去到事發現場做報道, 那小鬼,既然有報道就行了, 是不是,就是, 如果你沒有這些片,看到這些東西, 那我們都無從在旁邊呼喚, 是不是,也不是說, 政府知道了,上了微信了, 這些片出了街, 知道蓋不住了,快快認衰, 賠償補償, 那這些就是公民,監督, 維權了, 是不是,而且知道怎麼維權了, 是不是, 最後再重複那一句, 沒有抗爭,沒有改變, 大家都要記住這件事, 香港人都要記住這件事, 不是走就可以的, 一定要站在這裏, 和這個暴政對立, 就算你改變不了政策, 你都可以增回權益, 是不是, 大家要有這個意識, 好,不要整天叫人走, 是不是, 好,多謝大家, 下一個話題我們再會了, 謝謝大家,